U.N.圖書館 月圓圖書館就是 它就是一本書 譬如說像是我們會去圖書館 然後我們會去解書 新住民就是我們的場書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節約出來 然後它就可以做一個 就是他們的一些生命歷程的 這樣子的一個做一個分享 讓民眾可以直接做節約 然後可以直接面對面的 這樣子的互動跟交流 然後由這樣子的方式去認識他們 很高興大家今天可以來體驗 我們的月人圖書館 今天就邀請到我們其中的一位場書 然後它叫四千金 今天的主題就是要分享 是因愛出走 是有關她的一些 她來到台灣的一些經歷的一個過程 然後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她 我是四千金 那為什麼我會請你四千金 應該知道吧 對 我有四個女兒 我是從印尼來 我來今年是第21年了 其實這故事就是我們這群媽媽 就是我們常說 透過這些媽媽我們會發現到說 他們有很多自己的故事是可以整理起來做分享的 所以其實在 常出正式成立之前 我們在很多的社區分享或社區宣導的場合 都會帶他們去做交流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伯伯對我的支持 很多事情我就想說很不好意思的就是 我沒幫忙到什麼有一點餵不起 但是我伯伯說沒關係 所以每天我就找很多工作說 自己給自己有工作可以做 其實姐妹們其實對於要去分享自己的一個故事 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 一開始我們會有請就是外聘的老師 聊一些說他們一些對家鄉的一些想念的東西 這樣子去帶領他們去未來他們想要分享的故事的方向 我叫過來之後看我 說原來台灣人吃東西好簡單 就蒜頭像炒青菜蒜頭放下去炒一炒 就青菜放下去炒一炒 我們印尼沒有那麼簡單吃東西 吃咖哩是什麼是很麻煩的 就放了很多香料 所以他們會在每一次的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然後得到一個不同的經驗 讓他們有自信有信心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山木基金會自從富幼的工作起家 然後再從那時候的工作經驗我們發現到 其實新住民的服務是需要被照顧的 那也因此我們開始投入以社區為主的新住民家庭服務 他們一連串的這些學習 好像不一定能夠去讓社會的民眾 對他們有更多的尊重跟認識 那我們就在想 那不如把姐妹們這一路以來的陪例跟學習 也畫作不同的形式去對外做展現 所以才會由我們這個越人圖書館的發起 那我覺得對民眾來講 有更多的一個教育的意義是在於說 原來新住民他們的身份 以及他們在台灣琢磨的事情是這麼多 山木基金會的服務領域 除了我們新住民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兒少夫 或原住民或青少年 或防治人口販育的這些族群 那我們現在是期待說 這樣子一個越人圖書館的平台 是先以新住民為主來發生 那接下來是可以再結合我們其他領域的主題 然後一起透過這樣一個平台 去對外讓人家看到 其實越人圖書館它的形式跟主題 是有這麼樣的多元 對新住民來說 就有可以地方這樣子大家互動 然後分享一些事情 然後大家可以就學習很多個方面 收穫還滿多 可以參加我們夜人圖書館 我感覺是很好的 我感覺說 如果很多其他的新住民姐妹想來參加我們 你也有想到說想分享的 就很高興很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們的大作 就很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